日人未完成环岛铁路网 曾规划修筑由台北至花莲 或由高雄至花莲铁道 甚至规划修筑自南投 穿越中央山脉到东部的铁道 该计划因经费庞大且难度较高而搁置 但铁道部仍认为东部铁道有其必要性 于是决定先新竹宜兰县 台东县及屏东县 至于苏浩到花莲间的北回铁路 以及台东至芳辽间的南回铁路 则因都高山原烟少 而被列为环岛的最后路段 1924年 八渡至苏浩间95公里的宜兰县完工后 宿贯县铁路已经从八渡向东延伸至苏浩 在新建宜兰县的同时 台东县及屏东县也积极进行施工 铁道部的持续探勘及快速延伸铁道 足以彰显日志时期政府及民政对环岛铁路的高度期待 1897年 临时台湾铁道队长山根五亮率队 沿花冬纵谷勘查台东县 并由花莲港巡海路抵苏澳 勘查宜兰县后抵达基隆 半年后 勘查报告指出 工程容易 但是花冬缺乏优良港湾 加上人口较少 没有经济效益 所以此一计划因而中断 1907年 左九兼左马太总督巡视东部后 决定优先兴建花莲港至蒲石阁的路段 并于1909年 成立铁道部花莲出张所 开始兴建台东县铁路 兴建花莲港至蒲石阁铁道 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 铁道队于1909年进行路线探勘 第一条从花莲港 直接贯穿伯伯社到穆瓜西 第二条从花莲港迂回伯伯社 与豆兰社之间到穆瓜西 第一条路线虽然较短 但土质不佳 第二条坡度较缓 较适合新竹铁道 于是选择第二条迂回路线 1914年进行自 北南街至蒲石阁的路线调查 由于担心遭到原住民攻击 调查队所到之处 都需请求当地官厅的保护 其调查路线 从北南街开始进马兰社 北南社过北斯丘西 再进陆辽社 新七角川 万人浦 秀孤兰西 清水西 而后抵达普什阁 整个调查任务在1916年完成 1910年 台东县第一起工程 自花莲港开始动工 并建设花莲至蒲石阁间的铁路 该路段沿途 因地质问题与物资劳力的缺乏 以及环境卫生等问题 建设过程不胜顺利及经费有限 只能采用762公里轨距的轻便铁路方式新竹 但也前瞻性地保留了1067公里轨距的建筑标准 以便日后能与西部纵贯县相互衔接 该段台东北县于1917年完工 共费17年4个月 即434万日元 浦石阁以南的铁路 因为当时宜兰县与屏东县正在赶工 铁道部没有多余的预算与人力 故准许台东制塘诸事会社 经营悲难以北50公里的铁道运输业务 该会社原本就有制塘专用的铁路 为了连接所有的制塘铁道 建造出路尾溪桥 以及大浦的平原铁道后 抵达梨笼 新武旅台东至梨笼间的铁路 为当时的台东开拓会社所建 并于1919年12月6日通车 1922年4月25日 铁道部以95万元收购台东开拓诸事会社 台东到梨笼的轻便铁道 改为观营 并称为台东南县 浦石阁到梨笼为第二阶段工程 是台东县最后代完成路段 浦石阁到梨笼原为明宁的首推台车 当地居民及旅客均深感不便 因此铁道部于1921年修筑浦石阁至梨笼路段 轨距为762公里 施工期延传为5年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政府财政紧缩工程一度停工 1926年浦石阁至梨笼路段完成 长41.4公里 至此台东县铁路全线完工 纵长171.8公里 1926年3月25日 于浦石阁举行全线通车典礼 平东地区自然条件优越 生产大量的稻米及甘蔗 但纵管县只见到高雄 铁道部于是决定 于1907年先完成从高雄港站 经凤山到九曲堂段的凤山之县 并于1908年通车 凤山之县是平东县的前身 九曲堂至六块错间需跨越高平溪 旧成下淡水溪 高平溪全长171公里 是台湾第二大河 河面宽度超过1500公尺 河水湍急 雨季经常泛滥成灾 跨越高平溪 是新建屏东县铁路最大的难题 为新建下淡水溪铁桥 总督府先利用堤防引导水流 并在枯水骑施工 由铁道部技师范田丰二督造 工程期间 设施多次被河水冲垮 除了工程艰难外 当时也流行瘧疾 造成16名人员死亡 经过多年努力 下淡水溪铁桥终于在1914年完成 铁桥总长1526公尺 桥墩24座 总工程费130万元 在当时有东亚第一铁桥之称 下淡水桥的完成 使铁路顺利从九区堂延伸到屏东 范田丰二是日本靖岗县人 直至时期负责建设屏东县铁路 在督造下淡水溪铁桥时 因为负责进职 积劳成疾 1913年 病逝于台南医院 享年40岁 下淡水溪铁桥 1914年完工后 当时的打狗事务所所长 为其在附近立碑纪念 铁路仅延伸到屏东 并未穿越屏东平原 无法达成运送稻米 及甘蔗等物资的目标 铁道部于1915年提出 新建屏东至芳辽的铁道计划 起初因预算不足 未获同意 经过两年的努力 于1917年获准 并于阿沟设置建设事务所 将屏东线继续向南延伸 1919年延伸到竹田 竹田是当时弥谷水路转运站 1920年 铁道延伸到潮州后 因预算问题停工 1922年复工 1923年延伸到西州 当时南桌糖厂 每日甘蔗量达1200公顿 西州是甘蔗的重要转运站 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 屏东线延伸至西州后 暂停施工 1923年 芳辽及东港等地居民请愿 希望铁路再向南延伸至恒春 以及新建东港直线 为因当时日本财政困难 1936年 日本国会才通过铁路预算 同意将铁路自西州延伸至方辽 并同意新建东港直线 1940年 因军事需要新建东港直线 自西州经社边 大鹏延伸至东港 并在大鹏站延伸一条军用支线 至大鹏湾的东港海军航空队营区 形成支线中的支线 1941年 铁路延伸至方辽 历经34年的屏东线 全线通车 1944年 二次大战 为避免美军自方辽突袭 临边至方辽间路线 因战时钢料缺乏 称为不要不极限 而被拆除 作为军事之用 直到光复后 才恢复通车 新建东部铁路时 正值一次大战 即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日本财政困难 东部铁路因此多次停工 铁道部会尽早达成环岛铁路目标 才行速成延长主义 相继完成伊兰县 台东县 及屏东县铁路 然而经费不足的结果 造成轨距不一 及品质低下等问题 影响机车行驶 及环岛铁路连接 台东县在1930年代 也发生质货现象 妨碍地方发展 因而台东县 在光复之后 仍进行多次改良 日治时期 虽因为完成北回 及南回铁路 而没能达到环岛铁路的目标 唯已奠定台湾环岛铁路网的基础 光复后 北回 东线拓宽 及南回 这三条最难的铁道 最终 还是在我政府 及国人客服万难下完成 工程建设人员们的努力 让我们能享受 一日环岛的便利 在搭乘火车时 我们心中将充满着敬佩与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